projects.tv 投入d buyo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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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看到啦 有没有猜 就是啊 是呀 只有邀哥 而且霸强抽签 这个真的是 说实话 对于我们来说啊 兄弟们 好抽 没问题 这抽签非常好的 但是呢 看比赛的关注 在关注的角度来看 其实是霸强比赛 不是那么的好看 关注我还是更喜欢看LCK打LP 就比较精彩的比赛 你不说LCK打LP了吧 就是不管是什么赛区啊 我们想看的是比较精彩的比赛 但是其实这几天 这是第三天的那个吧 第三天比赛 有点略赛局 第一天的比赛 第二天比赛 有点略赛局 两边实力差就太大了 抽签确实好签啊 我抽签 因为这个不管怎么样 保底就送你进那个决赛的呀 LCK那边也是进决赛 LP这边也是进决赛 因为四场就是内战嘛 BG打进攻 T1打 尖竞 就是内战 谁谁赢谁进决赛 感觉这几年也是 LP跟LCK一直在进步 像北美欧洲那边还是老样子 其实欧洲赛区 还可以 还可以 而且还有一个语言是 就是怎么说呢 他们是这样 他们有他们的打法跟风格 他们每天都在研究新的套路 但是北美国有点像 他们的版本一直卡在一个 一个点 就是他们每次版本落后两三个版本 你知道吗 他们比如说我们两个月前玩的英雄 他们两个月后在玩 比如说我们三月份在玩的英雄 三月份玩的那个组合套路 他们是五个月份在玩 会不会是他们偷着我们 对不对呢 双白进不了直接进决赛 他们还要打一个BO啊 不是赛子已经不重要了呀兄弟们 他们就在上面 他们LCK就是进决赛呀 这两个队伍 我跟你们说 谁能赢啊 不是 你们这说的是废话呀兄弟们 MAD跟G2 打上来 赢的那个队伍 是能赢G2吗 能赢T5吗 赢不了啊 那就是决赛呀 你们说的不是废话吗 那你们说BLG跟金洞 C9跟明天的那个GG 这两个队伍 赢了一个队伍上来 谁能赢GBLG 谁能赢GGG啊 谁能赢那个 金洞啊 不是废话 他们说有机会 啊有什么机会啊 妈呀有机会这个 这不是废话 0.01的可能性这个啊 有人是败子组 还会有LCK啊 LCK和LPL的败子 也能打上来 所以有可能是 哦 哦 好像兄弟们懂一点 火热 没打过也没打过 没打过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打过也没打过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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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打过也没打过 LCK和LPL的败子组 也能上来呀 兄弟们懂一点 所以败子组的比赛 有可能是什么 比如说京东打BLG 就像决赛一样的 京东赢了 然后LCK的决赛 尖击打T1 如果尖击赢了的话 败子组有可能是T1打BLG吗 哦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对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不好意思 没打过理解一下 你只要输一码 就掉到败子组去了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子 哦 哦 那这个赛一直好看啊 兄弟们 我说了 妈呀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妈呀 八场干嘛 四场又要看那个 原来是这样的 难怪 那就好看 好看 还行 那好看 这不是跟LPL的GEO赛 不是一样的吗 LPL的GEO赛吗 好像是差不多的 这么看的话 感觉这种大赛的话 这种双败还可以 我觉得 早就换这个赛机 早就该换的 因为有时候 确实有的队伍会当心状态 而且主要是 粘队之间也有克制关系 对吧 对 粘队之间也有克制关系 比如说这个队打 这个队是完全打不过 那这个队打这个队 是有点克什么 都有 粘队之间的克制关系的语言 所以我们这个双败 感觉是 相当合理 对合理 但是以前有这个MX2两个名额 加个双败的话 你也可能是吧 我2020年进来MX2 我跟你说2020年 反抗是百分之百是给我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一百 我就有这么知心 我有信心 2020年MX3的版本 就是我的版本 你知道吗 2021年下一代MX3 就是我的版本 你记不记得 你每年都是你的版本 你20年也这么说 一直没说 滚吧 滚吧 你哪年没有说 滚吧 我每年在你这么年都听 滚吧 这个版本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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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